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8号在电视讲话中表示 美国当天对委内瑞拉宣布新的制裁措施不合理 也不合法 委内瑞拉不怕威胁 当天罗德里格斯表示 美国对委内瑞拉不断增加的制裁措施是单边主义行为 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罗德里格斯表示 委内瑞拉并不惧怕这种威胁 但美国的经济 金融和贸易制裁 事实上严重影响了委内瑞拉人民的生活 对此委内瑞拉已向联合国申请成立特别工作小组 对美国一系列无理制裁进行调查 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 对7名委内瑞拉个人及23个实体实施制裁 受制裁的实体中 一些在委内瑞拉注册 多数在纽约 迈阿密等美国城市注册 2017年以来 美国以民主和人权问题为由 不断加码对委内瑞拉经济和金融制裁 甚至多次提及军事干预的可能性